糖醋鱼想要做的好吃 你就像我这样做 酸酸甜甜的 全家人都爱吃 树上摘的鲁鱼 像我这样斜刀45度 改成一字花刀 然后在鱼肉上划两刀 会更加入味 再依次加入盐 葱姜 料酒 去腥 涂抹均匀后腌10分钟 碗中倒入两勺面粉 两勺玉米淀粉 再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适量的清水 搅拌成这种粘稠的面糊状 再将面糊均匀的淋在鱼身上 给鱼挂上面糊 五成油温下锅炸 先将鱼头鱼尾翘起 把鱼炸至定型 炸至定型后 再翻面炸 一边炸一边将热油淋在鱼身上 这样可以让鱼肉受热均匀 先用小火炸五分钟 再用大火炸两分钟 这样炸出来的鱼 才会外酥里嫩 这个秘诀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锅中留底油 好吃的关键 是加入这包调配好的糖醋汁 这个糖醋汁 除了做糖醋鱼以外 还可以做糖醋里脊 糖醋排骨 味道都特别好吃 用大火熬至冒泡后 淋在鱼身上即可 肉多刺少的鱼鱼这样做 特别适合老人和小朋友食用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